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前三名的选手的抓举的成绩都是118 最终总成绩的前三名还是要看关键的停举比赛 停举开马爆的最高的现在来看依然是来自江西的敖辉 153 汪州宇是150 康月145 年轻的吴燕只有135 所以这个停举比赛是比较容易拉开差距的 我们00后的这七位小将 开马重量爆的都不是很高 这是来自四川的李文慧 开马重量是115 成功了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我们的中间裁判和两位侧裁判 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动作 这把三位裁判跟仲裁组 现在还是在合议 果然李文慧的这把遭到了改判 这把改判为失败 这样的话他第二次还是要试举115公斤 不过从李文慧的面部表情来看还是挺轻松的 没有那么紧张 他刚才在上送的时候左肘有屈身动作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判了失败 李文慧的第二把直接加到了119 可能教练觉得这个第一把的技术的大框架已经没有问题了 也感受了这个重量 所以第二把给他加到了119 今天小将李文慧的抓举三把成了两把 最终的成绩是103 他是唯一一位在120公斤以下的这个重量来开把 所以他第二把哪怕是要到了119 还是要面临连续试据 我们从这个开把来看啊 开把抱的最低的跟最高的差了38公斤 这差距真的太大了 嗯 这把没有问题 三盏白灯 李文慧的第二把119公斤成功 所以他的教练第二把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这115公斤他虽然有一个曲肘 但是能够感受到他那个动作完成的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他第二把直接加到了119 如果第二把重复试据115公斤这个重量的话 这停举比赛肯定要损失一定的成绩 来自安徽的李思思 开把重量是120公斤 预赛的时候这位小将的停举成绩是122 1192 2193 1193 5194 5194 6194 7194 7194 8194 7194 8194 去腫了 失败 杠零动量 一百二十方斤 十号安徽五四四 第二次 十七号 李文慧跟李思思的这两把 停举开把都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紧张 所以他的两把开把都没有成功 李思思将面临连续失举 李文慧跟李文慧 李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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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江西的唐欣 唐欣今天的抓举三把只成了第一把开把100 停举是121公斤来开 来自江西的唐欣 站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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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杠铃还是没有送到位 今天 小将们挺举上来的状态都比较紧 李思思李文慧包括唐欣 开把都没有成功 刚才李思思也在跟唐欣说要不要坐一下 我们的小姑娘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 这也体现了我们本届全运会的口号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 其实举重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也会互相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今天停举一上来的这几把 都不是很顺 现在面临考验的是唐欣 李思思跟李文慧的第二把都过关了 唐欣的第二次适举一把二十一公斤 翻战很轻松 哎呀还是感觉上颂有一点憋力的 没有送到位 唐欣的压力就来了 第三次适举一百二十一公斤 压力将会变得相当之大 唐欣的第三把现在把重量要到了一百二十五 那李文慧的第三马只能先上 唐欣也想为自己争取一些时间来调整和休息一下 大脑去回忆一下整个的技术要领 压力将 skulle vertical行超方向 满刁 满手 大脑 夢 没怎么接到反弹 所以他翻站稍微有些吃力 根本就没有送上去这一把 差的还是挺多的 李文慧的三把停举只成了一把 他最终的总成绩是222 这成绩不是很高 但是举到停举的第三把 能看得出来李文慧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最后这把力量欠缺很多 江宇佳来自山东 在这18名选手当中 有两位来自山东 康月和江宇佳 好的 这个支撑相当的稳固 江宇佳刚才送的这把很漂亮 开把成功 李斯斯的最后一把125公斤 李斯斯的最后一把 李斯斯的这个第三把真的是很不容易 125颤颤巍巍的最后站稳了 李斯斯的教练是徐燕指导 是87公斤以上级孟苏平的教练 刚才的这把 李斯斯自己也觉得挺艰难的 教练肯定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身体向前垫了几步 很遗憾啊 李斯斯的第三把的125 遭到了仲裁的改判 这样的话 他的停举最终成绩就是120公斤 总成绩220 小将今天抓举成了一把 停举成了一把 成功率不是很高 唐欣的最后一把也是125 停举啊 差点 今天唐欣不在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上 所以他今天表现出来的成绩连跟预赛相比都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很遗憾唐欣的三把停举全部失败成为了第一位砸锅的选手 从抓举就能看得出来唐欣今天状态比较一般 只有开把的100公斤成功了 后边两把103都没有成功 预赛的时候他的抓举是103停举是130 今天的停举连121的这道坎都没有过 来看刘露瑶看把重量是126公斤 硬战 这是能力腿部力量很强 这把还是遭到了判罚 其实最 怎么讲呢 就是这把动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但是就是最后在送的时候 告诉可能稍稍有点不够 所以有曲肘 但是动作已经完成了被判掉就相当的可惜 教练也在跟刘露瑶在讲这个技术动作 全会期间欢迎您下载央视频和 体验 现在是刘露瑶的第二把126公斤 刚才的第一把有些可惜 刘露瑶预赛的时候他的停举成绩是128 今天他的抓举其实也没有打标只有105 反战很吃力 第二把126公斤成功 刘露瑶的翻战不借助太多的反弹 所以在翻战上对于他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第一把被判失败 第二把126成功 第三把要到了131 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了128 当杠铃的重量来到140 140的时候这应该是停举前6的水平 感觉140只能到前8 140只能到前8 到不了前6 前8 因为用140公斤 以上开把的就有5位选手 王欣欣的开把128公斤 很稳 很稳 很漂亮的一个动作 王欣欣完成了他的开把 王欣欣来自福建的王欣欣 王欣欣来自福建的王欣欣 这也是一位来自福建的小将 吴天奇 开把重量也是128 哦 这个翻站硬站起来 嗯 送的不错 这把送的很漂亮 吴天奇从这个青少年的比赛打75公斤 然后到2008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打90公斤 再到今天全域的87公斤 随着他年龄变化 他其实级别也一直在变 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了130 130一共是由5名选手 用这个重量来开把 哎 瑜伽琪要注意点时间 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选手 预赛的时候他的停举是124 现在还只剩下30秒了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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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奇上场显得有一些仓促 开把没有成功 第一次是9号 130公斤这把都没有送到位啊 其实差的还是很多的 啊 贾卫鹏 今天是130公斤 停举开把 哎 贾佫�的身高比较高 所以我们看他这个杠铃的高度送的相当高 因为他身高比较高必然比较长 所以他也确实是需要把高度送的足够高 不然就撑不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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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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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手抓了小少 哦 还需要调整 高晶晶的这个开把130公斤 很艰难啊 很艰难的完成了 这两年 高晶晶的停举的成绩一直是130 所以今天用130来开把 需要他自己的自我调动非常充分 小将杜鹃 我们说他以前的比赛稳定性不是很强 但是今天在抓举的三把全部都成功了 来看他的停举表现 开把130公斤 嗯 翻转很容易 漂亮 现在杜鹃状态真的是不错 开把130公斤成功 他预赛的时候只排在了第12位 停举的最终成绩是125公斤 现在是瑜伽琪的第二把130 停举比赛 停举比赛还有七位选手没有登场 嗯 气势不错 这把有了 成功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杜鹃状态131公斤 四号河北刘露瑶第三次视频 三号队 看现在这个阶段我们选手的翻站 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主要还是上颂 刘露瑶的最后一把是131公斤 这是刘露瑶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把 加了五公斤 younger 啊 确认 宙可 嗯 好 哈 哈 哈 哦 啊 呃 嗯 啊 哦 这个翻战很艰难 调整一下 就是一口气 顶住 刘露瑶的这个 131 相当不容易 其实挺艰难的 最后一把也是拼意志品质的时候 236公斤 刘露瑶 236公斤的总成绩 跟他在预赛的时候总成绩是一样的 今天他如果抓取能够比好的话 是有希望去提升自己总成绩的 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但是最后这一把刘露瑶挺住了 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了132 马上将登场的是来自江苏的陈紫阳 2003年出生的年轻小将 也是全场比赛最年轻的一位选手 他在抓取比赛当中 最终成绩是100公斤 排在了最后一位 听智兄没有接住灵 感觉是这个 这个重量有点大吗 132 陈紫阳预赛的时候 停举的成绩是131 但是可能对于这个重量的感知 不是特别好 不过好在 这个王欢欢的第二把是132 陈紫阳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有了 今天王欢欢的停举比赛比得不错 开把跟第二把都比较干净比较漂亮 戒助反弹 翻站 上颂接铃 收腿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很漂亮 陈紫阳如果开把能够成功的话 有可能去冲击一下 现在游史家级保持的全国青年停举记录142公斤 可惜开把没有成功 别着急 感觉陈紫阳的整个动作还是有些急 从第一把的这个提灵志兄没有接到灵 到这把的杠灵高度送的不够 整个在宋灵的时候感觉还是有一些些着急 陈紫阳的考验来了 他的最后一把停举 132 这个时候一定要听进去教练对于他的一些教导 这可能要加重量 如果连续试举的话 陈紫阳感觉现在的状态很难支撑他去举这把 陈紫阳加了一公斤133 这样让吴天祺先上 吴天祺先上 吴天祺先上 吴天祺也是第二把 加了5公斤 也是第二把 加了5公斤 。走起来 吴天祺因为他跨步是有伤 所以他这个翻站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借助反弹的 他的胯有伤 刚才的接铃就没有接住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 吴田奇的第三把难度也很大 来看杜鹃的第二把133 开把130公斤成功 第二把加了三公斤 小姑娘也很可爱 因为 吴田奇果然 他的第三把 选择不比了 这样的话 吴田奇就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总成绩是239公斤 翻站得很轻松 与第一把相比只加了三公斤 加油 送的高度不够 所以他两个轴有屈身 杜鹃很遗憾 第二把没有成功 接下来看看重压之下 陈紫阳 陈紫阳如何来面对他的最后一把停举 133公斤 这把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陈紫阳的停举三把就全部都失败了 所以压力很大 希望他能够顶住 没有接到反弹 所以他这个翻站没有成功 其实整个接龄也没有接得特别好 很遗憾 陈紫阳成为了今天第二位砸锅的选手 杜鹃的第三把 133 也是他今天比赛的最后一把 上一把没有送到位 这把争取 这把争取 坚定漂亮 133成功 杜鹃今天六把 成功了五把 他的总成绩是245公斤 预赛的时候是230 所以他提升了15公斤的总成绩 祝贺杜鹃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来自江苏的吴燕 吴燕的开把重量是135 在刚刚的抓举比赛 吴燕是打破了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从吴燕的停举135来看 也是非常有希望去冲击 由石家祺保持的全国青年停举记录的 加油 石家祺保持的停举青年记录是142 石家祺保持的停举青年记录是142 从翻站到上宋 到接铃 动作完成的相当漂亮 吴燕开把成功 江宇嘉开把125 第二把加了10公斤 直接来到了135 这个加幅很大呀 这力量感觉稍微有点大啊 翻站有点艰难上宋 哦 有了 漂亮 不容易 从第一把的125 到第二把的135 加了10公斤 小江也很开心 完成了这个重量 两把全部成功 来自江苏的小江吴燕 第二把是把重量要到了149 甲卫彭的135 高度还是没有送到 失败 高度重量 135公斤 9号河南 高级 第二次是 7号 甲卫彭在2020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的时候 他最终的停举是139 但是我们看今天 开把的130 完成的还不错 但是135这一把感觉 稍微有一点点的艰难 所以他最后一把 难度也会很大 高晶晶 第二把135 阿温的情况 想上啊 阿温 没有送到 所以他的两个肘也有一个屈身 两肘都有啊 所以高晶晶的这一局很 很遗憾 甲卫彭的最后一把 135 其实高晶晶的这一把 看起来稍微 最后有点松弃了 所以他两个肘 屈身了 这口气没有顶住 甲卫彭 最后一把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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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6 1 8 9 1 1 10 6 7 8 8 8 9 9 9 8 9 甲鱼鹏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最终的总成绩是235 这个成绩暂时只能排在第六位 甲鱼鹏因为我们讲 他降了40多斤的体重 降级别参赛 虽然也有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去降这么多的体重 也是需要去适应的 现在王欢欢的最后一把是136 江宇佳的最后一把是137 高晶晶的最后一把是137 这是场上停举比赛 剩的三把130公斤以上的重量 这三把结束之后 杠鱼的重量将来到140 141 王欢欢有点可惜了 这把没有送到位 王欢欢也完成了他今天的比赛 六把成了三把 总成绩是232 232 预赛的时候是236 所以今天 可能自己心里边的小目标 也没有实现 哦 江宇佳这把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将成为这个第一位 六把失去全部成功的选手 137公斤 只加了两公斤要加油 但是他第一把到第二把加了10公斤 其实江宇佳把他的很多的能量都用在了第二把135上 看似从第二把到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 但其实第二把135江宇佳已经消耗很多了 不过小将今天表现不错 这是一位来自山东的选手 六把成了五把 最终的成绩是240 在他预赛的时候总成绩只有223 所以提升了17公斤的总成绩 相当不错 来看高晶晶的137 我们看来自浙江的彭丽娜 降了自己的开把 降到了138 有了漂亮 137 第二把135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第三把很自信地加了两公斤 刚才的这个调整啊 对于高晶晶来讲还是很有效的 这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战术 接下来将是来自浙江的彭丽娜 登场 138公斤开把 彭丽娜在2020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 停举的成绩是140 停举的成绩是140 彭丽娜是不是刚才等待的时间有些长了 或者说她刚才这把送到位之后 这口气稍微有一点点的没有撑住 收腿的时候有些着急了 这样的话她将面临连续试举 在2017年的世青赛上 彭丽娜在90公斤级是获得了三块金牌 世青赛的冠军 2019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 87公斤级 停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获得者 所以彭丽娜也是一位 很有潜力的年轻小将 今天的抓局比赛 最终成绩是105 排在第八位 排在第八位 开一场 开开 开一场 放下 张苏杰 张苏杰 来 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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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有了这把注意到了 教练刚刚也在提醒腰要收紧 所以对于彭琳娜来讲 第一把的失败非常非常可惜 第二把比较轻松的就举起来了138公斤 所以她的第一把送到位之后 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卸劲 所以腰的力量可能没有给上着急收腿 整个动作完全就垮掉 哦 彭琳娜如果第三把是141的话 她还要连续试剧 连续三把 这挑战不小 来自上海的小将于佳琪的第三把是要到了142 吴燕还要再等等啊 因为吴燕现在第二把 从第一把的135直接要到了149 149之前 至少还有四把 汪州雨跟王国新指导 十四令吉祥路设计方案是以陕西经历独有的四个魔王精动 中晚大随风 凌亚 凌流金春红为装饮原型 设设计了为武器无快法 充满活力 精神幻大 基地向上的运动机场的形象 彭琳娜的最后一把141 调整不过来了 重心整个压在了身体的右侧 彭琳娜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身体能力去调整 这把调整过来难度太大了 因为杠铃的重量摆在这 这三把停举 对于彭琳娜来讲 这可惜的就是第一把 所以他最终的总成绩是243 总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三位 现在停举比赛还有四位选手没有登场 分别是汪周宇 梁小梅 康悦和敖辉 敖辉的这个停举相当关键 因为他的抓举是要落后康悦跟汪周宇的 但是他停举抱的开把是比汪周宇和康悦都要高 汪周宇也降了开把 降到了148 康悦的开把升到了150 比加奇的这一把只做了一个硬拉 重量对于他来讲有些大 最后一把小将体能消耗比较大 所以上场做了一个硬拉的动作 现在全场比赛还剩下14把 马上要登场的是汪周宇 汪周宇是刚刚降了自己的开把 从150降到了148 康悦是从145升到了150 敖辉 153没变 梁晓梅升到了151 想压着康悦 哦 好看了啊 00后的 这97年出生的梁晓梅 因为他的抓局也是118 所以他现在这个停举 开把重量是压着康悦在走 王舟宇加油 全国停举记录是王舟宇的160 嗯 很稳 汪周宇的这把停举很漂亮 开把成功148攻击 对于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汪周宇来讲 如果要拿到这块全云会87公斤级的奖牌的话 其实停举这三把每一把都不容有失 压力也很大 吴燕正在冲击全国青年 停举记录 现在这项记录是由石家琪保持的142 吴燕如果能够停起来这把149的话 总成绩的全国青年记录也将被他打破 哎呀 没有接到反弹 我觉得吴燕可能休息的时间稍微有一些过长 所以他从开把的135直接到149加幅太大了 直接加了14公斤 因为吴燕的抓举其实比的还不错 都是118所以他第二把想冲击149 还是希望能够站上领奖台 看看吴燕是否要面临连续试举 还是破釜沉舟呢 吴燕刚才是翻站啊 都没有站起来 现在大平给的吴燕的第三把还是149 他应该会面临连续试举 109和109以上攻击级 吴燕这把如果举起来的话 他的总成绩将来到267 将超过汪州宇现在的266 对 是这样的 所以他的这把149的道理主要在这儿 吴燕 开把先保住一个有效成绩 第二把跟第三把用来冲击 这把如果成功 双破全国青年记录 并且总成绩现在将会来到第一 好的 这重量还是真的觉得是有点大 不过一步一步都在变好 吴燕的第二把翻站都没有翻站起来 但是在体能消耗这么大的情况之下的第三把翻站起来了 但是没有送起来 吴燕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抓局比的不错 最终成绩是118 停举两把冲击149 都没有成功 目前是253 还在第二位 跟汪州宇的266差距还是很大的 现在汪州宇266排在第一 康月 开把重量150公斤 为要快 和解疼 荣天墙 ビd 子楼 记得 冲击 来 把握机会 扛越的能力确实是很强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状态也特别好 他必须要有相当好的状态 才会向汪州瑜去发起冲击 扛越毕竟是一位老将 今年都已经30岁了 他在2020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 停举比赛 开把是用145来开的 第二把上到了151成功 第三把156没有成功 今天用151来开把 开把成功相当不错 来自广西的梁小梅 开把是151公斤 他想跟住康越 这把就相当关键 翻站很轻松 已经被判了啊 已经被判了啊 双肘有屈身 不过我们看梁小梅 151公斤是有扑的啊 还是有这个能力 能够把这把给举起来的 力量在掌握之中 翻站很轻松 这把高度没有送够 很明显缺了一点高度 梁小梅将面临连续试取 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康越 268 排在第二位的是汪州宇 266 康越和汪州宇都每人胜了两把 熬灰还没有出场 梁小梅剩了两把 现在汪州宇的第二把是155 康越压一公斤156 康越会与1959年在北京举办 其实看到康越就会让我想到 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女子76公斤级的向燕梅 向燕梅最后是停举157公斤超世界纪录 赛后湖南队的总教练 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 其实向燕梅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停举只举起来过一次153 157从来没有尝试过 但是老将的竞技体育精神 这种拼搏的精神 在决赛场上化作了一种力量 梁小梅连续逝举151公斤 关键是上送 送到位送高 小梅的这两把呀都是没有送到位 就很可惜 刚才杠铃掉下举重台稍微有一些危险 其实杠铃还是有点没有到位 所以小梅身体往前钻 是想去接住铃 今天梁小梅在停举绝对是以一个冲击者的姿态 因为今天的抓局比赛已经看到了机会118 我们来看康月现在在热身区的情况 这个红色的杠铃片是25公斤 这个蓝色的杠铃片是20公斤 115啊 刚才康月在做的是115这个重量 就是一个简单的热身 让梁小梅再次加油 估计 来 1 2 加油 梁小梅 加油 一二 加油 梁小梅 加油 谢谢 康月刚刚是用110 110的杠铃在做一个热身 现在全场的焦点还是在梁小梅的身上 停举的最后一把 他完全可以不用这么高的重量来开把 但是他就是想冲击领奖台 所以把自己逼到了最后一把的绝境上 151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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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 先 看看灯号三盏白灯 梁小梅这个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第三把也相当的惊险 但是梁小梅顶住了压力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梁小梅现在是269公斤 总成绩排在了第一位 如果这把没有成功的话 可就砸锅了 所以压力很大 敖辉登场了 最后一位选手敖辉 开把是153公斤 现在全场还剩下了康岳跟汪周宇 一共是四把每人两把 敖辉的三把 全场比赛剩下了七把停举 翻站的挺艰难的 厚辉要加油 厚辉这把高度差得很多 我感觉这开把要153对于他来讲 可能是难度有些大了 杠铃可能压得会有点眩晕的 这种感觉 嗯就是我感觉翻站起来之后啊 被钢铃压到胸口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的眩晕 恢复恢复 敖辉将面临连续试举 敖辉的抓举是116 哦他把第二把加到了154 154 敖辉这把154起来之后 总成绩将来到270 直接反超上到第一位 敖辉也是拼了啊 全场比赛最关键的六把 敖辉先来 敖辉先来154 第十二届于2013年在辽宁上主义 第十三届于2017年在天津主义 敖辉加油 阿徽加油 加油 根本加油 好回加油 加油 本asket 慢走 很难 彈起来 走 奥徽难了 如果奥徽不加重量的话 他这个154第三把还是要面临连续试举 他这个难度会非常非常大 我们看这153 154都是很艰难的 带的高度差了很多 现在老江康岳也需要保持专注 注意力相当集中 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奥徽的停举三把全部失利 所以我们希望奥徽的最后一把能够成功 能够顶住种种的压力 把这把154给举起来 现在将所有的压力都化作成动力 我们可以看到这把想法的力量 全部翻站起来 5 加油 漂亮 敖灰 真不容易啊第三把154公斤成功 由死而生的一种精神 这也是我们国家队的一位好手敖灰 前两把都没有成功 感觉差的还挺多的 但是最后一把抑制品质帮助敖灰把这把154给送到位 现在敖灰的总成绩来到了270 上到了第一位 先登场的是汪州雨 全场比赛剩下了汪州雨的两把和康月的两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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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州雨这把起来的话 总成绩将来到273 直接反超敖灰来到第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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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汪州雨也是相当能战斗的 牛 成功 一百五十五公斤 一百五十五公斤 感觉相当轻松 二百七十三公斤的总成绩 啊 现在汪州雨 反超 来到了第一 看康月的啊 康月一百五十六 能不能成 能不能把这个悬念留到最后一把 汪州雨的这个动作相当漂亮 康月此前给汪州雨的压力 汪州雨全部都扛住了 现在压力反推给康月 康月现在总成绩是在第四 康月现在总成绩是在第四 哎呀 很遗憾啊 康月没有翻站起来 康月现在的总成绩是二百六十八 战列第四位 他这把一百五十六如果起来 直接将到第一 一百五十六起来的话将是二百七十四 反超汪州雨来到第一 因为他总是压着汪州雨一公斤 但是现在 康月也面临一个考验 最后一把一百五十六如果起不来的话 连领奖台都上不去了 这是康月第四次征战全运会 2009年他第一次征战全运会是获得了69公斤级的第三 2003年全运会是获得了75公斤级的冠军 当时是他的一个巅峰状态三破全国记录 2007年的全运会 康月是砸锅了 这是康月的第四届全运会 康月加油 一二 一 老将的坚持实属不易 康月 希望康月能够如愿地站上领奖台 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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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康月来讲 今天开把开得这么漂亮 为了能够跟住汪州宇 第二把156没有成功 连续两把156都没有成功 太遗憾了 在2020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上 康月第三把也是冲击156 没有成功 但是老将能够在今天决赛赛场上 发挥到这儿 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还剩下汪州宇的最后一把 看样子汪州宇是 不比了 目前为止汪州宇的总成绩是 273排在了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敖辉 270公斤 排在第三位的是来自广西的梁小梅 269公斤 让我们一起与主帮周宇 市举成功来现场的欢歌 王周宇 现在画面给到王周宇跟王国欣指导正在交流沟通 王周宇 王周宇应该是不比了 因为我们的国家队的选手经历了奥运会之后 漫长的隔离 他们现在恢复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所以可能对于王周宇来讲 就是把这块全运会的冠军给拿到 现在已经到手了 所以王周宇最后一把选择了放弃 157公斤 好样的王周宇 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 其实国内的好手对王周宇的冲击还是很大的 但是作为冬季奥运会的冠军 王周宇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好 各位观众 女子87公斤级的决赛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获得冠军的是来自湖北的王周宇 总成绩是273公斤 获得第二名的是来自江西的敖辉 总成绩是27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广西的梁小梅 269公斤 来自山东的老将康悦是268公斤 非常遗憾没能站上领奖台 好 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的直播就先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akran 对 对 我负责